李宝竹,酒店樱花小姐出身,嫁给王永庆呈豪门阔泰,身家亿万。 豪门向来是非多,特别是港台那种一夫妻的家庭,几房李太太,几房子女,相处起来自然是困难的。 但对于台肃集团已顾富豪王永庆的三太太李宝竹来说,却是个例外。 因为他虽然在丈夫的妻子中排行第三,却一把手遮住了整个王家,甚至成为台肃的最权威发言人。 李宝竹出生于内地,是在后来发展中才到台湾的。 但这也只是个传说,也有说法是他出身于农民,但事实上关于他真实的身份,外界知之甚少。 只不过,关于李宝竹早年是酒店封尘女的事实却人尽皆知。 当年,李宝竹因为生活所困,不得不凭着美貌而去酒店打工。 自然,酒店夜场灯红酒绿,素来就是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,李宝竹年纪轻轻在这样的地方谋生,总会被外界所诟病。 但对于富豪王永庆来说,人家不计较,谁看不惯都没用。 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未亡,有话语权的肯定是财富最多的人,更何况人家还是当事者。 王永庆早年以粮油发家,后走上木材生意,最终成立台塑集团,被人们称为台湾的经营之神。 事业有成之时,王永庆自然是要成家的。 于是,他理所当然地取了被称为同样西的郭月兰为妻。 这就是人们口中的明媒证据,只不过郭月兰没想到,嫁给了富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他与王永庆感情深厚,却也难敌无后之事时。 结婚多年,郭月兰无所处,经过不少医生的诊断,最终得出一个结论,郭月兰患有不孕症。 在这样的现实下,王家弱大的家资总不能无人继承吧。 王永庆读书不多,除了干事业光要门媒之外,还得传宗接代。 就这样,第二房太太杨娇被娶进了门。 有人说杨娇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生育后代的角色进入王家的,郭月兰在那个时候依旧是王永庆心中的正妻,杨娇根本无法代替。 但是,根据杨娇自己的说法,王永庆很爱我,只是外面有一其他女人,便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 这大概就是男女之间的痴怨,爱时皆欢喜,不爱都成空。 好在杨娇的肚子很争气,很快便为王家开支散业,二爱三女的战绩可见其能力。 但也仅仅如此,杨娇深知自己在王永庆心中的地位,她一直都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的。 毕竟,王永庆打拼一辈子还不是要将家业传给子女吗? 可谁知道呢?当一把年纪的王永庆突然遇到了李宝珠,一切都变了。 可能这个时期的王永庆既有了钱又有了闲,所以对待感情这种事格外在意起来。 1957年左右,王永庆在台北黑美人大酒店与李宝珠相识,二人一副相见恨婉之状,很快便轻轻我我,各种缠绵。 王永庆,王永庆似乎动了真情,而李宝珠也没有保留,两个人爱得相当痴迷。 包括王永庆在生意上遇到了难题,她也更愿意与这位九四姑娘谈论,而不是家中的原配,二妻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王永庆想要将李宝珠娶进门,做自己的三太太。 但王家人及外界非议不断,李宝珠在酒店被称为樱花小姐,善解人意不过是她生存的本事,但真正要进入豪门,还是有点提不上台面的。 王永庆的母亲不同意儿子娶李宝珠,过越兰常年礼佛的人竟然也不希望李宝珠进门。 自然,杨娇就更不用说了,自己的五个孩子才是王家未来的希望,李宝珠进门的变数可就多了。 奈何所有反对的人都不如王永庆自己的决定,她坚定而认真地给了李宝珠一个身份,王家三太太,人称三娘。 从此,昔日的樱花小姐摇身变成豪门阔台,成为万千人眼中羡慕的对象。 可李宝珠却非常清醒,有年轻与容貌并不是长久之计,为此,她开始全新的生活。 在事业上帮衬丈夫,这是李宝珠做出的第一个决定。 为此,她不但学习了商业、经济等多门技能,还特意学习几个国家的语言,包括英语、日语。 这样的妻子待在身边,似乎才配得上豪门的标准。 郭月兰自从被诊断为服孕之后,似乎早对人生失去了斗志,始终过着肃淡生活。 杨娇虽然志向满满,却偏偏自尊心过强,宁肯远走他乡,也不想面对丈夫变心的事实。 不过也可以理解,据说王永庆在外面有多个女人,李宝珠之前还有一个叫林明珠的女友,两人还生了两个孩子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,王永庆对旧爱始终都是断暂的,或者说,他和所有的俗习男人一样,一颗心永远没办法在一个女人身上停下来。 李宝珠就不一样了,他不但为王永庆生了四个女儿,而且还成为一外一家的全能女人,让王永庆从心里到事也都没办法离开他。 另外,婆婆不是看不上自己吗?李宝珠也没少费心思,学习婆婆爱听的家乡戏,没事就这一段,先来在老人面前唱几句,哄得老太太眉开眼笑。 很快,李宝珠就成了王家上上下下都认可的人物,大房在他面前失了颜色,二房在他面前没了优势。 最终,大房,二房都去了美国生活,王永庆身边就只剩下李宝珠一个人。 王永庆老年时,心里是一直想着将长子王文阳培养成接班人的。 可惜,王文阳引发了吕安妮事件,这让王永庆大为失望。 假知他多年来与二房子女关系的冷淡,直接将王文阳逐出了台宿集团。 但年纪越来越大,王永庆只好有意识地开始释放自己手中的权利。 在这个时候,李宝珠,弟弟王永在以及侄子,三房一女儿等人便开始分割台宿内权。 这也就是所谓的台宿集团,王永庆于90岁正式退出台宿的管理,成为真正的退休老人。 但这时的他已经时日无多,于92岁这年离世了。 也就是从这时起,李宝珠真正站到了当家人的位置上,他虽然身边还有六人小组共同执掌台宿,可其存在却成了不容低估的权威。 台宿近年来也发展得不错,不但涉足了石化、医疗等方面,还创下了营收总额1兆9674.38亿新台币的好成绩,让台宿资产总额达到了2兆4623.97亿新台币的市值。 李宝珠如今已经快90岁了,1935年出生,身体健康,依旧在为着台宿集团工作。 他对外常讲的一句话就是,身体还是要自己保重,你不保重的话,马上就坏掉了。 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,他成为了人生的大赢家,拥有家族成员的爱戴,拥有丈夫的爱情,同时也拥有现在的亿万身家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